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节 想靠你按你的慈爱连述我 按你封城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法 没错,原来大卫汇幕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末世的预言 这个末世预言是圣经一讲再讲 就是神回来的时候所建立的汇幕 是一个大卫汇幕 神所住的这个帐篷是大卫的帐篷 而事实上这个已经是使徒不止一次了 已经一次再次在新药圣经已经所说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帐篷 没错,你这个帐篷是不是一个大卫汇幕呢 你这个帐篷是不是懂得学到大卫汇幕的功课呢 大卫汇幕的功课就是在诗篇这150篇里面教给我们 就是原来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愉快的去学习 无论是多大的苦难、多大的迫白当中 我们都可以愉快地、荣耀地去学习这些信仰的功课 诗篇就是这样记载出来的 诗篇事实上就是大卫汇幕的产品 让这些大卫的子民能够在里面 借着敬拜赞美学习神所给他们的祝福 借着敬拜赞美学习各样的教训 甚至学习人地 我所说的人地就是大卫 就好像在诗篇51篇那样 他可以借着诗篇51篇学习人地在痛里面 才学习到的功课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呢? 你明白我们现在其实是活在一个时代 就是诸篇节、汇幕节、最后神回来之前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会有很多人在痛苦当中 这个时代会有很多人在痛苦才学习信仰的功课的时代当中 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在痛苦当中 或者临死之前才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可以从诗篇去学习 因为诗篇就是我们看到一年对一篇 其实一定是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好像当日大卫的子民一样 是可以借着敬拜赞美、谦卑 我们在神的面前降伏 每一个圣经里面讲的真理 我们都认真切实去执行 我们懂得去自律自己、鞭策自己 我们懂得自己、懂得去省策自己 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的一个时代 我们在这一刻可以 就好像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一篇 我们可以从大卫的痛苦的经历当中去学习 我们不用一起去经历这种审判 因为我们没有犯这个罪 或者我们未犯这个罪 或者我们面对这个思探当中 我们未作出这个决定 但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 就可以学习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我们看到当大卫他面对 不是因为他面对这个事探而导致神审判他 不是因为他面对这个事探而导致他痛 是因为他面对这个事探的时候 他决定去失脚 他决定去犯错 而事实上 诗篇就是记载整件事的过程 而这件事 而大卫吃的果子可以说是他后半生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 对不对 而就如我所说了 大卫会望去提供一个出路给我们 去提供在末后日子这个出路 如果你想想这个出路圣经里面有没有提供过 有没有讲过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五章 他讲到第七印的时候 地上所出的这些灾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件 因为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这么说 有看见天上有异像 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 掌管要没了的七灾 因为神的大路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参集 有看见那些 圣鸟兽和兽的帐兵 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 那着神一琴唱 神博人摩西的歌和高阳的歌说 主神传能者 你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 你个道徒二灾成灾 你见不见这话说在大灾难的时候 那些人在做什么 不是唱摩西的歌吗 摩西歌在哪里 那就是诗篇里面 而并且是诗篇卷四的开始 就是诗篇九十篇开始 你见不见 诗篇九十篇开始 就是说九零年开始 原来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我们可以直着去重建 我们人生的大胃会莫 在整个的这个审判当中 我们可以在祝福当中 在信仰神所给我们的保护当中去度过 为什么我会用神会给我们信仰当中保护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摩西诗篇第九十一篇就是保护的诗篇嘛 明白吗 原来由九十篇开始 就是摩西的诗篇 最后的一个节旗是住篇节 因为就好像大胃去支搭这个帐篇 神要我们都要支搭这个帐篇 就好像圣经记载 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原文 就是主耶稣支搭帐篇在人间 你知不知道 主耶稣都是支搭了这个帐篇 不过支搭的当然就是大胃的回望 但是你说他为什么受苦 因为圣经记载 他不需要受苦的 他不需要的 他应该付足的 他不需要受死 但是他做的原因 他只不过是为我们去做 但是他能够为我们去做的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 如果他照着圣经里面所说 大胃回望这个受教的原则的话 他自己一生当中 他不需要经历死亡 不需要经历疾病 他不需要经历贫穷 但是为什么他经历呢 就是他行完真理 他本身拥有祝福 他放下 本身拥有富足 他放下 本身拥有义人的应该有的福分 他愿意放下 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贫穷 为我们受这个鞭伤 见不见呢 所以回来 仍然是那句 在末后日子神所说的住棚节 原因就是我们会在那些 很要学习主耶稣 在我们人生支搭上 但是支搭的当然是大胃回望 而当我们支搭这个大胃回望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选择这个婚宴当中 欢欢喜喜的做辛苦 一个就是选择可能牢牢的去做这个童女 而甚至可能有五个不合格 要在外面安屈折尺 又或者甚至不知不觉的 去成为宾客 但是宾客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去穿这个礼服 又或者不选择着这个礼服 而在外面安屈折尺 你见不见呢 神用住棚节的原因 就是告诉你 大胃回望的原理 而这个原理 在新药教会的时候 神用这个原理原因 就是他为了要建立 二千年的教会历史 只能够有新药圣经的榜样和学习 但是问题在末后的日子 又是为了另一个理由 二千年前他就为了我们 为了福音的书籍能够写下 为了这本圣经完成六十六卷 但是二千年后的今天 就是人类历史作的终结 每一个人都作一个信仰上最后的选择 你选择大胃回望 这个受教的方法 还是大胃膜 这个受苦的方法呢 今天 你就应该要作这个决定 诗篇第五十一篇 第一节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述我 按你的封城的慈悲 吐满我的歌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世间想千百经经 跟着你终于 诚实认真 心全成 尋求主人领 而我的心要跟你脚中 不管有月经 心不犹如按你的带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